你好,今天我要结合我们全年专栏里面曾经讲解过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给你集中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怎么看政商关系? 在全年课程里面,我们有大量的篇幅讲解市场的作用,市场的威力,同时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的实际例子,说明当人们说市场失败的时候,其实市场并没有失败,我们全年课程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深入的给你解释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但只要你认真听课,仔细思考, 不管我们对市场的力量有多看重,有多强调,我们同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政府的作用,讨论政府应该怎么规制市场,才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其实政府的作用在经济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一开学的时候就介绍过马粪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 我们保护资源所要付出的努力,不应该超过资源本身的价值,这种保护资源的努力成本越高,被保护的资源剩下来的净值就越低 我们要让全社会保护产权的成本降到最低,否则就不会有人有积极性去积累财富 几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宗新闻,在早高峰期间,地铁口边上有一些人在卖早餐,而记者发现这些卖早餐的人得向黑社会交保护费 这新闻出来以后,舆论一致谴责黑社会,说他们无孔不入,说政府应该管一管 我们得意识到,哪怕是黑社会的产生,也是有它背后的经济原因的 卖早餐的摊位有经济价值,有经济价值的位置,人们就会去增强 你六点钟开始卖早餐,我五点半就去占位置了,我五点半到,它四点半就到了 这样增下去,这个位置的经济价值就会越来越低,低到没有价值为止 黑社会的保护费,其实也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止租资的消散 问题是,那还是一种潜规则,不是民规则 如果政府能够接管,潜规则就变成民规则,规则越清晰,交易成本就越低 这些卖早餐位置的经济价值,留存下来的净值就越高 通过一个小小的卖早餐的位置,我们就能够理解政府的作用 它是维护秩序,减少无畏竞争所带来的损耗 最大程度的保有社会上各种财富的净值 这是政府的作用,任何社会少不了政府这种自乱的功能 当然,当我们讨论财产原则,责任原则,不可转让原则的时候 政府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它不仅要确定产权,还要对那些侵害产权的行为做出惩罚 还要阻止那些可能引发很大麻烦的产权交易 当我们的全联课程继续推进,讨论到信息不对称的时候 讨论到产品的监管机制的时候,政府也在发挥它的作用 到了讨论宏观经济学,政府通过货币来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时候 政府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非常同意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 科斯曾经担任过法律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的主编 他说在他编辑任内,所有的文章都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政府的管制太多了 但是这只不过是说明,政府确实在很多领域 本来可以放开一点,给市场多一点自由 但这并不表明,他自己或者其他的大部分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 没有政府的社会,反而是不堪设想的 我自己也听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他们有时候会说,政府是不必要的 但问题是,如果政府真的不必要 我们今天在地球上,为什么基本找不到没有政府的社会 哪怕是有,也不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 自己想搬过去住的地方 相反,他们往往选择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 那些政府力量挺强大的地方 这恰恰说明,政府的功能是绕不过去的 纸上谈兵容易 但只要是想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 那就一定要把政府,这个重要的经济参与者考虑在内 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适当的边界在哪里的讨论 我自己的看法是,市场有他擅长做的事情 政府也有他擅长做的事情 双方各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应该做好分工和合作 探索,冒险,创新 索取巨大的企业利润剩余 这是私营企业,这是市场善于做的事情 让政府来做,就显得不恰当,不可能,不得体了 但与此同时,以暴力的威慑,维护产权的界定 维持治安的秩序,保证货币的坚挺和可信 同时,尽可能的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 降低交易费用 也是政府善于做,而私人则很难做到,很难做好的事情 市场和政府,如果能够恰当的分工 恰当的合作,就一定能够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关于政商关系,我还想跟你说一下 在2016年,我和我的同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启仁教授 组织了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关于政商关系的研究 针对时局的变迁,商业环境的变化 政商关系面临的不可逆转的新局面 我们对企业家提出了几点建议 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式 这几点建议包括 第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 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 公众的容忍程度到底是多少 随着时代的变迁,公众道德标准的提高 它会有变化 而企业家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底线 设得比社会的标准要高一点 这样才能够保证企业持久的发展 第二,就是坚守福利最优的策略 企业家要勇于放弃眼前 通过全力寻租获得的短期利益 转为追求长远的利益 通过福利积累的方式 赢得企业和个人的最大收益 一两年内获得10%、20%、30%的利润率 还不如在10年、20年、30年内 保持2%、3%的增长率 活得久才是活得好 第三,要注重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哪怕是贪腐的官员 他也有善恶的两面 在他眼里 如果你是恶的 他就露出恶的一面 如果你是善的 他就露出善的一面 如果你的企业本来就能够把自己的业务做好 如果你做事本来就光明正大 那他对你也光明正大 第四,是尽量以法人关系替代个人关系 政商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制度化和规范化 个人的因素将会减弱 企业法人和政府之间的交往将会取而代之 第五,是识别政府的政绩需求 企业和政府可以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而这种合力也是受到政府官员的欢迎的 第六,是利用行业协会的力量 发展行业协会组织 形成行业影响力和政府和公众公开的沟通 第七,是走出去 摆脱那些旧有的不健康的政商环境 到更规范的地方去求发展 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从小到大都在那里长大发展 人情这一关不容易过 换一个地方 很多事情就很容易规范起来 好,我给你总结一下 今天我通过经济学的角度 给你谈了政商关系之间的进退 取舍和亲疏 市场和政府都是推动社会财富积累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缺了谁都不行 他们各自有比较优势 他们应该发挥各自所长 而在处理政商关系的时候 也要把企业的发展看得远 把行为的底线抬得高 用更规范的方式处理好政商关系 以谋求整个社会各方持久的健康的发展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你能不能在你生活当中找到这样的例子 一家企业既能把政商关系处理好 又能够把自身的业务做好 产品和服务也能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和支持 请你告诉我一个这样的例子 欢迎你给我留言 我们下节课再见